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很正常 所以你的變化幅度 大概是三個雞 就是CDE 這三個這樣跳來跳去的人 主要是因為雞排美曾透過影片 教大家穿衣服時 怎麼讓尚尾看起來比較豐滿 但沒想到卻爆發假設怡暈 懷疑他實際尚尾尺寸 和節目上所宣稱的有落差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有料 不過他也解釋 其實是因為體重的起伏 導致尚尾尺寸跟著改變 也說自己真的沒有說話